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作为中共太子党有关刘亚洲发记录一直备受关注 大陆资深媒体人高瑜日前披露刘亚洲的个人利益和中共顶级政治家族的利益融合的尚未入境 提到他与江泽民不同寻常的关系 近期高瑜在文章《刘亚洲占尽中共最好资源》中披露 刘亚洲的个人利益就和中共顶级政治家族的利益融合在一起 他获得的体制资源强过毛泽东的子女 更强过文革台下派当过狗崽子的一大批红二代 唯有艳线阴家族可比 文章写到刘亚洲之妻李小玲是中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 李先念在中共党内绰号不倒风 文革中视台上派毛死后又配合华国锋一举捉了四人帮 1989年六四李先念坚决支持邓小平独成 并和陈云一起向邓推荐了江泽民 可以说没有六四没有陈云和李先念的鼎力推荐 江泽民进不了中南海 江泽民在中南海与李先念驻对门 刘亚洲在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15年间 到了几乎言必称江主席的地步 43岁即被授予少将军衔后升为中将 文章披露刘亚洲还有一个显要身份 就是充当军队和江泽民之间的联络员 犹如当年毛远兴致于毛泽东 2002年他被江泽民进入国防大学政军职以上干部培训班 在中共军内称为龙班 他是空军被选上的三将领之一 对于这个班刘亚洲曾有以下结论 第一 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 但是来的肯定是最好的 第二 将来军委领导总部领导 很可能从这30个人中产生 甚至更高 也未可知 不过现在看来刘亚洲的预言 在他自己身上没有能够完全实现 尽管在2012年7月 晋升中共空军上将军衔 但在2017年1月 刘亚洲在19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产生之前 提前退休 与同时退休的几名上将不同的是 他没有被安排进入人大常委 文章还写道 刘亚洲按超过中共两个军界实力派大人物 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 是更重大的政治事件 甚至与前常委周永康相比 未经军事法庭审判 不见军纪委公事 军队已经全面清除留的有害信息 书店与网售的所有著作下架 百度网只留他18大之后 在党报军报发表的文章 以证明他是政治两面派 这说明对习近平而言 清楚刘亚洲的政治思想组织影响 比较官智政国籍的周永康更棘手 至于刘亚洲被查的原因 2021年年底刘亚洲被查的消息传出后 高于当时发推文谈他被抓的原因时 讲了三点 一贪财 二好色 三政治上太反动 自由亚洲也曾报道 据与刘亚洲相识的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瑞邦博士透露 刘亚洲因为理先念的原因 一直与江泽民走动较多 与曾庆红也常有联系 以前可能不算什么 可如今北京的政治生态 那就是摊上大事了 海外时评人士王友群也曾提到 刘亚洲被抓捕 是在政治上反习 如果刘亚洲不反习 习可能不会动他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刘亚洲可能与反习的江泽民 曾庆红派系搞到了一起 有关刘亚洲可能重判死缓的消息 或是习近平借此警告军中反习势力 不要轻举妄动 美国国防部长爱德拉奥斯汀 与中共国防部部长李尚福 新加坡当地时间6月2日进行了交谈 这或许意味着北京再多次拒绝 美国的对话要求之后 双方关系出现缓和 据多家媒体报道 6月2日晚间奥斯汀与李尚福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开幕式上 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赖德尔准将表示 奥斯汀丁和李尚福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两位领导人握手 但没有进行实质性的交流 自今年2月 美国发现并击落一颗中共间谍气球之后 美中两军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五角大楼曾表示击落中共气球后 美国军方多次打电话 要求与中方立即进行沟通 但遭到北京的拒绝 就在上周 美国一架RC-135侦察机 在南中国海上空 遭到一架中共喷气战机的危险拦截 目前尚不清楚 奥斯汀丁和李尚福是否计划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 进行进一步的会谈 此外据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 上个月曾经秘密前往中国访问 并与中方官员举行会谈 在美中高层沟通不畅的情况下 拜登总统派遣他最信赖的高层官员之一 访问中国 表明了白宫对美中关系 急剧恶化的严重关切 率先披露这一消息的 英国金融时报 引述五位知情人士的话说 曾经担任过美国副国务卿 并经常临危寿命 前往海外从事敏感访问任务的伯恩斯 5月份前往中国 与中方官员进行面对面的对话 于2021年3月出任中情局长的伯恩斯 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担任中情局长的职业外交官 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多家媒体也证实了 金融时报所报道的事实 一段时间以来 拜登政府一直推动美中高层官员互动 以便被处于激烈竞争之中的美中关系 加装护兰 但是北京对此兴趣不大 伯恩斯因此也成为美国副国务卿 温迪·谢尔曼 2021年11月访问天津后 拜登访问访华最高层级的官员 金融时报报道说 伯恩斯是在拜登初期七国集团峰会前前往北京访问的 曾经担任过白宫国安会高层官员的韩磊 向金融时报表示 派遣伯恩斯出访北京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 他既受到国会两党议员的尊重 又为中方官员所熟悉 美国方面于今年5月周同意将往返美国的中国 及航空公司航班增加到每周12趟 根据飞航追踪网站FlyAwell的最新资料显示 这些新批准的航班避开了俄罗斯的领空 目前美中官方都并未说明是否要求航班避开俄罗斯领空 但对于两国之间增加直航保持肯定态度 路透社报道 为报复美国去年3月季初的制裁 俄罗斯也禁止了美国与其盟国的航空公司航班飞越其领空 中国的航空公司则不受此限 稍早前的5月3日 美国运输部表示将增加每周往返美国的中国航班 由8趟增加至12趟 这与中国先前已经批准的航班数量相同 FlyAwell记录显示 华盛顿5月初批准往返美国的中国航班 并没有飞越俄罗斯领空 而此前批准的中国籍航空公司往返美国航班 仍在使用俄罗斯领空 据报道 美方最新批准的中方的4条航线 包括中国国航新开一条 每周往返北京 纽约 东方航空新开一条 每周往返上海 洛杉矶 厦门航空新增第三条 每周往返厦门至洛杉矶的航次 南方航空新增第二条 每周往返广州至洛杉矶的航线 美交通部负责航空和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安妮·佩特松克 拒绝回答有关拜登政府是否要求中国航空公司 避开俄罗斯领空作为批准4次新航班的条件的问题 佩特松克表示 相较新冠疫情爆发前 双方互相允许每周150多架往返航次相比 目前航班数量还很小 双方肯定都对逐渐推动恢复班次感到兴趣 此外 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同样没有说明中国航空公司 新增的往返美国航班是否同意避开俄罗斯 今年2月 两名美国参议员敦促拜登政府 停止中国航空公司在美国航线上飞越俄罗斯 这使他们在油耗和飞行时间方面具有优势 当时代表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 支持了参议员的推动 并指出业界长期以来对飞越俄罗斯抱有担忧 美国国会参议员6月1日通过了 由总统拜登支持的两党立法 该立法提高了政府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避免了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债务违约 据报道 美国会参议员6月1日 以63票对36票通过众议院一天前通过的法案 经过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数月的争论之后 立法者分秒必争 在最后期限通过了这个法案 美财政部曾警告如果国会届时不采取行动 6月5日政府将无法支付所有的账单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扎克舒默 一日在参议院通过该立法时表示 美国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 拜登总统称赞国会的及时作为 他在随后的一份声明中说 这项两党协议对我们的经济和美国人民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拜登并补充说他将尽快签署法案 使之成为法律 美国之音报道 虽然这场激烈的战役已经结束 但共和党籍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参议院共和党人将继续努力提供共同防御 并控制华盛顿民主党人的鲁莽支出 麦康奈尔指的是 国会将在夏季制定的12项法案 为10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的政府项目提供资金 这些法案还将执行债务上限法案的广泛指示 与此同时 美国财政部长珍尼特·耶伦发表了一些犀利的建议称 我依然相信 美国的信用和信誉绝不能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像共和党人在过去几个月所做的那样 中共特使李辉结束了对乌克兰、俄罗斯等国的访问后 在北京举行记者会 他批评美媒报道他提议的停火将让俄罗斯控制乌克兰部分领土 但现场当有记者提问 中共在如何处理乌克兰备战领土问题上的立场时 李辉却始终没有直接回应 中共特使李辉结束了访问乌克兰、俄罗斯等国后 二日在北京表示 他的印象是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没有关闭和谈的大门 但是李辉并未对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做出任何谴责 这位特使称 战争可能导致出现核安全、粮食供应和人道主义危机 自5月中旬 李辉访问了德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法国和布鲁塞尔的欧盟代表 德行社评述说 一方面外界对于其外交使命的成功并未有多大期待 另一方面 他的访问也旨在缓解西方对于习近平当局支持俄罗斯的批评 报道指出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年多来 北京当局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政治上的支持 并将美国及北约称为冲突的始作俑者 北京还批评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称之为火上浇油 但对俄罗斯的入侵至今没有任何谴责 据美联社报道 李辉在二日的记者会上批评《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 其中引述不具名官员称 李辉提议的停火将让俄罗斯控制乌克兰的部分领土 他驳斥这不符合事实 是在挑拨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李辉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再次重申北京呼吁尊重各国的领土主权 但并没有表示中共向莫斯科施压归还乌克兰备占领土 据微博上一则李辉记者会的视频 日本共同社记者向这位特使提问 中共就如何处理乌克兰被占领土地持有何种看法 李辉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 路透社引述李辉在记者会上的话说 中共正在积极考虑派遣另一个代表团前往相关国家 就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对话 但李辉没有为说明出访哪些国家 也没有谈及出访的时间 据路透社报道 李辉当天还表示 中共愿意积极考虑再次派遣人员到相关国家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沟通 加拿大律师创立跨境服务品牌 我们的业务有 加拿大移民 80至100万人民币 最快一年半至两年 获披风液卡 欧洲移民 无需英语成绩 捐款 购房等多种投资方式 最快半年可得永久居留卡 小国护照类移民 实现全球便利出行 财富税务优化 为资产配置提供更多方案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 资深移民专家和持牌律师 现实帮您量身定制移民方案 为您的移民之路保驾护航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